哇 他们一个人打不过鸿海 他们一定要搞好几个人才可以打得过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鸿海还蛮强的 对鸿海的影响是有限 面对中国大陆立讯精密 积极切入苹果供应链 与合硕伪创策略联盟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认为 表示这个产业还蛮有搞头的 不过 随着美中关系持续角低 苹果在中国扶持立讯 意味着将分割iPhone供应链 分析指出最终可能看见两套供应链系统 我想这个应该是个趋势 但是我刚刚也提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了一些影响 整个基础所造成的是 区域制造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印度也好 东南亚也好 或是这个美洲也好 它都会在区域形成一个 区域的制造体系 我们在中国以外的产能 大概是30%左右 刘洋伟表示 目前鸿海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产能 从以前的25%提升到30% 不排除未来比重还会增加 刘洋伟也透露 鸿海箱在伺服器、半导体、车用 以及核光相关的零组件 将大幅成长 到今年年底我想大概在CSP的部分 会有双位数字的成长 这是蛮肯定的 那明年的部分呢 我想它的成长也是可期 但是跟疫情的状况还是有关系 针对第三季展望 鸿海整体营收 将呈现计增各位事务年减双位数 刘洋伟也宣布 今年10月中举办鸿海科技日 将展示与育龙合作进度 以及智慧医疗领域 展现鸿海三大产业